文玉生 王静世等18年建议教育部校安中心的通报 近年来要滥用学生有12到17岁的国高中生 且要滥用人数有不断上升 吸食二三级的毒品像摇头丸 安非他命 K他命等等 防部统计资料也显示急剧成长 97年查获量799.5公斤 98年查获量1186公斤 99年1到11月查获2408公斤 黑道邦外撑入学校 吸收成员以毒品利诱学生知识权为非作歹 因此教育部应该会同法务部修订特定人员尿意采集办法 针对重点特定的学校 与寒暑假结束之后实施全校毒品的验尿检验 并以情况发展需要再考虑是否逐步扩起全国高中 而校方所采取的尿意前提 可同时进行检疫的健康检查 以早期发现学生是否患有肝胆肾及糖尿病 尿道发炎等疾病 并可有效的嚇阻当年青少年毒品泛滥问题 是否有荡进行攻决 谢谢